你这一生愿意放弃一千万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吗 你想要和老公一起工作变得有钱 还是成为下等过命的预备君 在日本一个女性大学生 她的生涯收入基本可以达到两亿日元 但是在这之中 选择放弃收入成为家庭主妇的人却非常之多 这又是为什么呢 怎么样才能娶到一个日本老婆 据说是很多人的心愿啊 我们小时候肯定都听说过啊 日本女生长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家庭主妇 这个还真不是谣言哦 在近期一项调查之中啊 日本家庭主妇的比例是46.3% 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日本女生之中 就有一个是全职太太 而且在日本二十几岁 大学毕业都没多久的女生里面 想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也是高的吓人 有43.2%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想干什么来着 我的话呢就是天天都想搞钱 想当老板 想当明星 想当突然 而且你们看这个比例啊 越是年轻的日本女生越想做家庭主妇 看来这个年轻的母亲啊并不是空穴来风 简直了吗 观众了 试试 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家庭主妇的这个热潮是怎么来的 调查之前我以为是受到我们儒家思想的影响 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跟一个大魔头有关 给你们三秒钟猜一下是谁 错 就是希特勒 1933年纳粹党一上位啊 就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动员妇女回家运动 在他们的眼里 一个女性成功的最高标准就是生儿育女 所以那段时间但凡出现女性的海报啊 基本都是砸着肚子的 诶那看到这里我想这位希先生一定是一位 家庭美满幸福和谐的 然后事实上呢 这个希先生本人对婚姻是充满了恐惧 他说这个家庭啊会使他分心 所以他就一直宣扬自己永世不得超时 结婚的这个一个理念 他跟我的凡人不一样 我不结婚 你们不结婚 神经病啊 结果德国女性非常叛逆 三年之内就有人说不降反身 从485万涨到了563万 希先生的妇女回家运动宣告失败 虽然是失败了呢 但是这套理念流传到了日本 日本小兄弟呢就是好都不学 什么失败也就学什么 于是在1938年的一个爱国儿童大会上 发起了这项运动 同时呢他们还修改了工资管理条例 把日本女性的工资降到了男性的70%到80% 哎没错人家就是故意的 这条规则也为日本家庭主妇的困境埋下了伏笔啊 我们之后再说 日本家庭主妇这个潮真正兴起的时间啊 是五六十年代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 听过我上一期日本磅礴经济的同学们 在这个时候就会举手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是日本第一个高速的经济增长期 那个阶段美国哥哥是日本的绑一大哥啊 搭上了很多钱 所以日本人民就富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风潮 高度成大时期 日本出现了三大特征 城市化 核心家庭化 和公司社员化 简单来说呢 就是蜡笔小新一家化 二层阳楼带院子 开着车子带孩子 妻子家中坐饺子 数着票子 玩狗子 这是非常之典型 而且这个时候啊 日本开始尊心 终身雇佣制 只要公司不破产 你这个人就可以 一直干一直干干到你了 而且你的工作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高 所以只要老公进了大公司啊 就是铁饭碗啦 一辈子不用抽 日本老婆自然就可以 专心的待在家里了 那是一种很让人羡慕的状态 是老公财力的象征 终身雇佣有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造成了日本社畜的泛滥 都养你一辈子了 让你加个班 岂不是随随便便 于是呢 日本男人就把全部的时间 都用在公司和应酬上 导致了很多日本老婆 就只能在家丧偶预额 同时呢 在这样一套体系下啊 日本女生因为生育和产假的成本过高 只能在公司打打辅助 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 上班的性价比不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到了1990年代这里啊 家庭主妇突然就变少了 双职工家庭陡然增加 没错 罪魁祸首就是 泡沫经济的崩坏 大量的日本家庭破产了 老公也丢了工作 日本人奉行的终身雇佣制 开始崩坏 所以就导致家庭的经济来源 直接断了 全职太太也没办法了 就只能出门赚外快 补贴家用 所以说啊 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 总根源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钱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全职太太家庭 每年能赚多少钱 根据2021年 日本总务省的统计啊 专职主妇家庭的平均年收是 6573432 yen 相当于差不多是 30多万人民币啊 如果家里还要养个小孩 这个收入差不多就是 维持生活这样子 还挺紧巴巴的 跟双职工家庭对比 少了差不多 108万日元 是人民币五六万的样子 也就是说在日本啊 只要老公的收入 赚到了600万日元以上 老婆成为家庭主妇的概率 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我就又算了一笔账 日本上半组 平均年收是 433万日元 其中年收入超过600万的 只有20% 但是日本家庭主妇的比例 却有46.3 诶多出来这20% 也就意味着 他们老公并没有赚到 足够生活的钱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 做家庭主妇 这个背后又有 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日本传统社会 是不鼓励女性 去社会上打工的 呃 上班嘛 相夫教子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日本父母 并不会像咱们 中国家庭一样帮我们带小孩 所以夫妻双方 就必须有一个战术 全职或者兼职来照顾家庭 而且在日本请 保姆是非常的贵 我查了一下东京的行情 一个小时要3300日元 160块钱 一天算8小时就要17600 省1000块钱啊 而且在日本请 保姆是会被相理相亲鄙蝕的 日本还有一种很特殊的低保制度啊 就是只要其中一方的年收入 低于100万日元以下 整个家庭的税就可以减轻非常多了 被抚养人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配偶减税 因为日本无险一金是非常贵的 2000人民币起步啊 当日本老婆的年收入 不满103万日元的时候 就可以免除丈夫个人的个税 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是非常的诱人啊 限制日本妻子的收入来 减轻老公的负担 是可以给到一些保障啊 但是也让全家的经济 更依赖男人 以上各种福利就像一堵无形的墙 把日本家庭牢牢的 锁在了舒适圈里面 还有一个事情 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 日本股市超级牛 几乎人人都在炒股 日本全职太太 也是非常出名的炒股专家 他们即使不出门 炒股也可以赚钱 但是现在日本股市崩了 所以这招也不拎了 一炸一大片啊 家庭主妇多啊 在日本就导致了一个现象 人妻文化 咒言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吧 人妻不伦 在日本真的是遍地开花 据掉下全日本的人妻出轨率 蛮高的啊 差不多是30% 日本老公出轨率也很高呢 在饭桌上 日本人是可以很轻松地聊这个话题的 你最近在工作吗 嗯 对 怎么样 诶 那我也 试试 一游 你浅浅的微笑 其中最高的地方呢 是奇遇县 就是蜡笔小新住的那个地方 够写实了 所以说蜡笔小新啊 是我的圣经 因为这个地方里首都很近 老公们都去城市里上班了 家庭主妇的比例就特别高 他们很喜欢时髦大胆的东西 居住泡沫经济的时候 disco里面全都是奇遇县女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电视台每次放关于出轨的节目啊 奇遇县的收视率也是最高的 因为生活很干脚 很多40岁的日本主妇呢 就趁老公不在的时候 偷偷就去外面敦伦 敦伦 学习人伦知识 甚至呢也变成了一种流行趋势 也在日本融合了一个 奇遇县40不轮期的美称 那个时候的家庭主妇们 是什么样子的呢 参考了一些视频资料和数据之后呢 我来给大家还原一下 孩子醒了 刷牙洗脸了 孩子吃饭了 孩子上学了 老公吃饭了 老婆洗碗了 啊 老公上班了 出去买菜了 躲躲藏藏了 原来三点了 然后消音了 孩子放学了 要吃晚饭了 老婆洗碗了 好 编不下去了 这一段看似无厘头 其实信息量很大 拍下来你真的会觉得 家庭主妇的日常太循环了 就是一直在做一件事 现在是周日下午 四点半 我真的没想到公园竟然这么多人 我仿佛进入了幼儿园 我在晚上去搜家庭主妇的活动 甚至都没有 因为他们最大的活动 就是带小孩去不同的公园 因为不用花钱 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兴趣 但基本都是在小孩长大之后 真的感觉妈妈为孩子付出了很多 另外家庭主妇 还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女性贫困 根据调查有12%的 日本全家太太家庭 处于贫困状态 总数差不多达到了54万户 日本主妇选择不去上班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日本女性的工资低 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男女工资的调查 在90年代 日本女性的工资 只有男性的60% 到了现在稍微涨了一点 但是也依旧只有75%左右 日本男性的平均工资是33.9万 但是到了女生这里 只有25.2万 差了8万日元 这边就是4000多块钱 而且同样是大学毕业生 日本男女的工资差距是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从图片可以看出来 一个日本女生从大学毕业之后 她的工资水平 跟一个日本男生从高中毕业 是差不多的 实不相瞒 我稿子写到这里的时候 真的是满手鸡皮疙瘩 其实做家庭主妇的 直接原因很简单 就是老公赚钱购花 老婆就可以在家 我有钱的嘛 不过说实话 如果我的对象很有钱的话 我也不想干活啊 如果这时候我对象在旁边的话 他应该会说 俺也要 于是我就拉了一个表格 对比了各大国家的 妇女就业比例 就业比例越低就代表 家庭主妇的比例越高 这个很好理解啊 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却是收入越高 家庭主妇的比例是越低的 但是呢我们把图片再放大 就会发现有钱的美国人 英国人 新加坡人 他们的家庭主妇比例都没有韩国和日本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呢我就联想到了世界性别差异指数 男女差异最小的国家 冰岛 芬兰 挪威 新西兰 这几个国家的女性就业比例多在60%以上 算是非常高了 然而日韩却只有50%多 我们再对比一下世界男女差异最大的国家 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女性就业率只有不到20% 所以没提嘴印度跟她们差不多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高学历的日本女性 依然选择做家庭主妇 是因为日本社会没有给她们公平的工资待遇 和足够的上升通道 日本女生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例 干脆回家算了 再根据19年日本总务省的调查 日本的临时工有2166万人 其中女性呢占到了1475万人 差不多是70%啊 日本临时工群体最大的问题就是 工资低不稳定 没保障 这些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 日本全职妈妈的贫困 根据调查 每5个贫困的日本全职妈妈里面 只有一个人她是想要立刻去工作的 就属于是一种被迫的家里蹲了 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一个概念 市场工资率 指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价格 它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取向 说白了就是你花同样的时间去干活 哪份工作的收益大 你就选哪个 一个日本的全职妈妈应该怎么算工资呢 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啊 假设一天干8小时啊 实信案1100日元算 一个月就是25万日元 已经很可观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日本请保姆那么贵 自己带娃娶就相当于是赚了这份钱呢 所以说从表面来看啊 对于日本女性来讲 在家带小孩的价值 是远远超过去外面上班的 感觉好像日本社会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把女性往家庭里面推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日本九成的女性流浪者都结过婚 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啊 无家可贵的日本男性里面 有一半以上都是光棍 但是90%的日本女性都结过婚 其中超过半数是已婚 甚至还结婚了好几次 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没有工作啊 很多是因为老公突然去世 或者是离婚 然后就导致他们没有经济来源 他们生活的基础是非常不稳定的 一旦遇上变故 就非常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 而且对于这些贫困的日本女性来说啊 找一个男人 几乎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 所以在日本啊 单亲母亲当兔儿戏的比例是非常之高 我就突发急想去搜了一下 在日本有孩子的女公关 比例是多少啊 一大一大片哪 网友的回答啊 就震惊我全家 我们再回个头来看一下 当年身处日本全职主妇热潮的那群 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90年代之后 日本50岁离婚的人数是陡然增加 而且一直是居高不详 人称 通常退休之后就是可以享清福了嘛 但是日本男人退休之后啊 日子不好过啊 之前看日本综艺就拍到一个退休的66岁男教师 他之前家里都挺好的 结果到了60岁他一退休啊 老婆就要离婚了 带着孩子就走了 连行李都没打包 然后他就自己住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结果人家老婆和小孩 自己买了一栋高级公寓啊 潇洒去了 留他一个人的生活就很孤苦伶仃啊 采访他的时候 这个大哥也是挺后悔的 他说可能因为我当时太爱喝酒了 把家里的事情都丢给太太 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啊 这个案例呢就很真实 因为他们这代人 背日本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 影响是最深的 很多日本老公下班也不回家 就在外面喝酒 回家就是吃饭洗澡 所以导致日本老婆在家非常辛苦啊 听起来就像一个不要钱的保姆啊 实际上可能也确实如此 给你们看一个视频啊 很有意思 这个日本老公下班了 要老婆给他洗澡搓背 吃饭呢 是一根手指头都不要动的 想喝酒了 勾一勾手指头 老婆就要立刻放下碗筷 帮他倒酒 来服侍老公 突然我就想到了 蔡明老师的那个小品啊 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 你回来了 你干什么 你辛苦了 我给你做饭 快快给你添麻烦了 不不不 确实这样子的状态 很容易让日本老公膨胀的 他们会觉得 你拥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给的 但其实他们忽略了 老婆在家付出的这些努力的实质价值 未必会比他的工资少 他们表面上是需要 心里是早已八百平 等老公一退休不能赚钱了 就离婚 这个就很多日本全职太太的内心诉求 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日本很了不得的东西 日本老公死亡笔记 就是日本老婆集体扎小人 目前用户人数已经超过18万了 非常人气啊 这里有个帖子啊 说他老公癌症一年多 终于走了 感谢神明 大几千的点赞 底下都在问他你是怎么求的 好想学哦 真的是恨意满满 不过从他们的文字里可以看到 就是有些日本丈夫真的是不作为 也可以感受到这些日本主妇的深深的绝望吧 他们其实也是挺懂报复的哈 要么出轨 要么扎小人 哎 关于日本女性出轨离这个问题 大家想看吗 想看的扣一 人多的话以后考虑出一切 90年代之后 日本女性越来越多的走向职场 经济独立也让他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且在07年之后 日本搞了一个年金分割制度 就是离婚之后啊 老婆可以分割婚内 老公交的那个两老保险金 而且只要老婆提了 老公就不能说no 所以这些忍不了的日本老婆终于有了保障 一到退休就走人 最近我还看新出了一个日剧啊 这如何让老公社会性死亡 就还挺精彩的 里面的日本老公是这样吐槽他老婆的 他说你也不想一想 是谁让你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我出轨就是理所应当的呀 所以日本老婆就气得要死 开启了一系列的包袱 也算是日本广大家庭主妇群体 心里的一种投射和宣泄吧 但是又想要钱啊 就只能忍气吞声 感觉憋得也是挺辛苦的 日本女生也是太压抑自己了 而放纵的日本老公呢 到了晚年结果也是有点惨 所以说婚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 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 相互帮助啊 我还特地去了一下日本的主妇联 我现在去这个三楼看一下啊 三楼是他们的资料馆 这个会馆呢是1948年成立的 真的是非常之久远了 这个日本家庭主妇联合会 他们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消灭了日本那些质量不好 打不着的火柴 虽然他们要关门了 还是让我进来看了一下 家庭主妇叫做职业妇人 这个是1923年日本家庭主妇的讲座 这是1920年日本妇女抱着孩子的形象 街头主妇大会 我们一起把物价搞低吧 我们一起来喝五毛钱的牛奶 这个日本主妇协会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 环境住宅 还有社会上的一切 现在日本主妇群体里面 搜索很频繁的一个关键词啊 就是如何创业 意识到了搞钱的重要性啊 所以说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只有经济和人格的双重独立 才可以让自己拥有足够的安全感 而讲到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金珠条要炸了哦 好吧那就在家之前 好吧呢 超爱点赞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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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 4人 2人 3人 りさん辞めないか?